現在是怎樣 明明就是五百的 搞得像五萬人了 謝謝大家 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港督電台節目主持人素蘭 那在我左邊的這位帥哥呢 是誰啊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剛剛我們聽到呢 就是在精選集當中 這組技裡面的 剛剛一首非常輕快的歌 很適合今天來聽叫什麼 好聽 真的好聽去 我們剛剛在屏東那一場 哇 真的是天氣好熱喔 好熱 這邊目視到這邊比較幸福 對對對 這邊好幸福喔 好 好 好 那現場的朋友呢 剛剛聽到老師唱歌呢 有沒有覺得也很幸福呢 真的 實力派的對不對 謝謝 那其實呢 跟著我們趕場只有前面這兩排 那後面的那八排啊 都是原本就在這邊逛街的 所以呢 我們要介紹一下 難得有這個機會呢 來到了統一夢時代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 老師呢 出道二十年精選做主技 這張專輯呢 有什麼特別的 跟以往什麼不一樣的呢 趕快來跟我們現場的朋友 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 入行這二十年齁 大家都要說我幾歲 其實說我是出道的早 不是年紀老 是 看臉也看得出來啊 對不對 以前都躲在幕後 那剛說再來 這張是我第六張專輯 那說齁 你已經出了朋友 這次就做什麼 其實以前不是很認真在宣傳 老實講 沒有很專職的在當那個歌手 都是在幕後當幕後的推手 就是詞曲創作啊 對 然後當評審 然後也培育一些新人出來 那當然因為時間到了 已經到了個二十年 我覺得對一個男生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 所以我就把這個二十年來 我在這演藝圈啊 還有在唱片圈 寫給別人的歌 還有我自己又對於人生的一些體驗 一些生活的典型 再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都推出這張 黃金二十年的精選大便 那這次很特別的是 都不是拿以前的母帶 重新放在裡面 都是重新編曲 重新演唱 重新製作 對不對 就跟別人出精選集不一樣 別人出精選集呢 只要三分鐘 丟進去電腦拉一拉就發片了 可是老師花好多的時間 對 這次呢 因為希望說對我的歌迷有交代 雖然說我們不是說特別說 很受歡迎很大的歌唱 但是有幾個很始終的歌迷 到我從我第一張到現在 都還是很默默的在支持 那我希望我能夠推出一張專輯 丟出來是可以給他們 不覺得很小的 所以現在很有潛意 讓他們覺得 所以老師的音樂是很耐聽 然後能夠陪著他們過每一天 那這是我很大的心願 老師講得好保守喔 其實呢 你看前面這一組人馬 專程從台北包遊覽車下來 對啊 剛剛在第一場屏東的簽唱會 有一個小姐買了30張 好不好 就可以感受到 她真的對你很認真 有很認真 真的 所以呢 就是有什麼老師 就會有什麼樣的歌迷粉絲 對不對 你們喜歡她 她就很認真的做唱片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聽下一首歌 好 下一首歌呢 是我這次的通明的專輯主打歌 給我最主意 咦 那怎麼沒反應啊 哈哈